大家好我叫哈利我在洛杉矶 终于我这个频道还是开通了 我这个想法呢 其实有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一直都想在YouTube开个频道 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跟电影相关的事情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吧 然后自己也是尝试了很多次 然后最终都没有真正的开 就是开始 也说起来也特别 就特别无奈 因为就不知道 就自己对这个期望挺大的吧 可想真正的拍好一点 所以的话一直也从拍摄灯光 然后主题题材各方面形式 我都想了特别多 想更好的跟大家做去呈现 其实今天虽然是开始的 但我说实话并不是说就想的特别好了 反而我是因为我再不做的话 我可能一拖再拖 又是一年两年之后 那到时候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去捡起来做了 因为你知道一个事情 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拿起来做的话 可能真的是会荒废掉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一定要拍 我一定要做一个开始 我要踏出那一步 所以的话我想在自媒体正在发展 发展的特别火爆的现金 我想其实可能看我的事 有幸看到我这个视频的人 我想很多人也是在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开个频道 要做一做自己的一个视频 然后分享一些自己有兴趣 和特别爱好的一些主题 那我也希望我这个视频 能够启发一下你们 我开始了 那你还等什么 你也可以做 对 其实我每天在YouTube上 看观看YouTube上面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就是真的 所以因为我知道 现在大家就是看文字的东西 可能就懒惰了 就不太想去看文字上的东西 更喜欢去看一些视频的东西 能听到能看到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然后同时我们要聊这个电影相关的东西 那本来就是一个画面 一个就是一个图像的东西 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 给大家陆续的去做一些电影相关的东西 然后我们又在洛杉矶 然后在好莱坞的这边 好莱坞其实就在我们旁边嘛 对吧 那我们也是 我的话从2015年开始接触 进入第一个剧组开始 到现在也有四年五年的时间 那虽然没有全职在做 而且也是半路出家 但毕竟我就是特别爱好 然后也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说我有一个有两个微信群 就是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群 一个合作的交流群 这样的话我的群里面加起来有八九百人吧 那当然有一些重复的 那至少也有个六百人是跟影视相关的 不单是洛杉矶这边也有国内 然后包括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 那这是我的一个资源 然后同时的话 我有个公众号之前一直在做 就是也在发布一些当地和其他地方的一些 那个影视拍摄的一个主训 就是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要拍什么片子 拍什么广告 拍什么电影 然后他们需要找主员 找演员 找各种东西 信息的一些交流 那我的群也是蛮热闹的 那个现在我就想通过频道这个方式 通过YouTube这个方式来去 让大家更好的接触 多一个方面 那也是因为疫情 其实疫情的开始 就居家令开始之后 那个三月份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时机 那是一个机会 因为工作时间也少了 所以的话有更多的时间去做 也待在家里 但最后你看从三月份 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 也一晃就两三个月 又过去了 哇现在才开始 你说人的那种惰性 有多大 那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时间越多 你浪费时间又越多 你没有真正的去把那个相机架起来 然后那个拍摄的按钮按下去 那你永远都没有真正的踏出去 所以今天我拍了这个第一个视频 我觉得也挺紧张 刚才试了蛮多次 然后我希望有个好的开始 然后将来我会通过采访当地的 甚至不是当地 因为现在我们跟朋友见面也不太容易 所以也不太方便 所以的话我会通过采访的形式 可以采访到各个地方的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洛杉矶当地的 我通过视频去采访他们了解一下 他们在疫情的期间 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他对将来的一些发展 有什么调整 有什么规划 然后疫情之后有什么计划 然后还可以 就是另外的话 我会在视频将来 现在的话剧组都还基本上是停的 没有人拍摄 然后可能我想过一两个月 肯定就会有人陆续的就开始 有组 有那个剧组开始拍摄 那样的话 那个时候的话 肯定就会有各种 组员的招募 演员的招募的一些信息 那我也会通过这个视频来去 跟大家去发布 然后甚至我可以邀请 那个选角的一些导演 Casting Director 或者说导演 来跟大家交流 让他来告诉你 我要找什么样的演员 我需要什么样的人 那你们就是有 对这个影视有兴趣 想爱演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将来你可以那个 了解到最近有什么拍摄 有什么演员需要再招募 那你觉得你合适 你就可以来 去那个audition 你可以来参加 你可以来参加Casting 然后包括我也会找一些 非常棒的那些一些演员 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表演的一些经验 和他们去面试的一些经验 然后或者我也会请一些摄影师来去跟大家交流 如何去就说在镜头前面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导演也会采访一些导演 导演会告诉你我们就说需要什么样 就是导演们在要找的演员又是什么样的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素质 总之吧我就希望从今天开始我就陆续每周至少出一两个视频 跟大家交流那个饮食相关的东西 希望是有用 而且是大家喜欢的 那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些评论 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建议 你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想听哪些方面的话题 然后你想有什么建议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 那就谢谢大家这一次就说到这了 谢谢大家拜拜